啊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发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也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发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大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大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你相信 勇敢的 往前冲发 有想法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大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大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哈喽哈喽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是的 非常的开心呢 大家又欢迎回到来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 读书会的FB Live 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的学习 大家你们好哦 晚上好 你们吃饱了吗 是的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YYC的Lester 那么今天呢 将会在这个 FB Live这里和大家一起的学习 一起的成长哦 那么呢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做一些互动 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那么线上的朋友们呢 你们能不能够在下面的comment那里 写一个hi给我可以吗 是的 或者写hello 晚上好都可以 我们来先打一声招呼 是的 哈喽哈喽 大家晚上好哦 哈喽哈喽 晚上好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开始之前呢 我们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记得 一定要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呢 你只要把这个live 这个直播啊 你分享出去 然后你再text三位朋友哦 是的 你share出去之后 你再text三位朋友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 今天这一期的成功结佳思考手册了 是的 是免费获得哦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再text三位朋友 这样呢 除了你可以自己学习到之外呢 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呢 也可以和你一起的学习 好不好 同时间呢 这里也呼吁大家 记得记得 一定要留守到这个直播的最后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啊 我们为了配合在 在来临的9月16号 这个马来西亚日呢 我们特别特别准备了 非常棒的这个好康 还有这个优惠 将会带给大家 所以大家呢 记得一定一定要留守到 我们这个直播的最后 因为呢 如果你错过了 就真的是错过了 就没有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一定一定要留守到我们 直播的结束哦 那么大家晚上好 我看到有非常多的网友 都在comment那里呢 即使我们这个晚上好了 是的 大家晚上好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个是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FB Live 对不对 当我们说到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网友会疑问说 Lester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全部人就坐在一起 就是在我们的电脑或者是手机面前 看这个直播 一起读同一本书 然后我们再互相做分享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种读书方式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与其我在这里先跟你讲解 不如让你亲自来体验一下 到底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来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进入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1987年霍华德·舒尔滋 用了400万美元买下了星巴克 当年的星巴克还只是宁静渔港小小的咖啡店 直到1992年星巴克丧市了 就在上市的第一天 它的市值就涨到了2.73亿美元 成为国际知名的连锁企业 短短五年的时间 星巴克的身价足足涨了27倍 霍华德到底做了什么 又是什么让星巴克的咖啡成国际知名企业呢 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星巴克的传奇故事 各位伙伴欢迎参加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我是傅嘉宜老师 在网路上跟你一起来做智慧的交流与学习 看到霍华德筹钱的能力我真的佩服 在佩服他筹钱的同时 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钱是如何一步一步花在刀口上的 第一直营店跟租金 由于星巴克的店面都是直营店 霍华德不愿意加盟 但也因此直营店比较能够控制品质 虽然感觉上会比较辛苦 但是投资金额也会比较大 但对于后面要走的路会比较扎实 一开始就大搞加盟 反而会使得品质管理失控 许多加盟者 其实他只是喜欢你的品牌号召力 一阵子之后便会不受管理 许多后来美国大型的一些集团 看星巴克做得不错 反正他们有钱 他们也来搞加盟 那他们的加盟政策 一开始都轰轰烈烈 最后结果都失败 第二个 钱用在哪里 建立专业的团队管理 那这个团队我简单地形容一下 一个顾问 四根铁柱 撑起了星巴克 我们就来聊聊 这一个顾问跟这四根铁柱 1990年是霍华德最难熬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是第三年的赔钱 他压力真的非常大 因为这是他承诺最后的一年 他清楚地知道 他自己的业务能力虽然不错 但是在财务杠杆方面 他还是需要比他更专业的人才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财务顾问 来扶走他 这代表的是尊重专业 也有了另外一个脑袋 再加上了另外一张的眼睛 这个顾问叫做杰富托德曼 那或许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但他却是全美国以及全世界最有名 Costco好市多购物中心的创办人 这位重量级的人物呢 突然之间成为星巴克最重要的靠山 他来当他们的顾问 不论是他的人脉社交网路 还是他跟创业投资基金的关系 都让星巴克在后面的执行 如鱼得水 有他加入之后 包含了花旗银行旗下的贵胜资金管理公司 以及三位一体基金的大股东 全部都因为他的邀约 都加入了星巴克的董事会 虽然星巴克上市以后这两个基金就卖掉股票 赚取了很多很多的价差 可是也感谢他们 在星巴克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所做的投资 除了这一位顾问以外呢 星巴克除了霍华德自己以外 再加上三大降财 创造了四根稳定的铁柱 不是水泥柱啊 不是铁柱啊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三位降财 第一位降财叫霍华德 币哈 这一位呢 就是顾问波德曼介绍的 币哈本身有25年零售业主管的经验 所以面对客户 是他最厉害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他个人财气纵横 虽然感觉这个外表看起来瘦瘦小小 但是非常的干练 他的个性 对于星巴克企业文化的影响 算是非常深入 也影响最多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人 对跟错很鲜明 他可以勃然耽误为了一件事情跟你敲桌子 也可以随时因为一件事情感动的流下眼泪 他的个性是只要有意见 他一定会说出来 他不会憋着 这对霍华德 他很不能接受 他总觉得你好像很不懂尊重 总是觉得好像被冒犯 后来两人私底下 来来来喝杯咖啡聊一聊 聊过之后才发现 币哈的个性 他不是不尊重 他是旧事论事 也让霍华德心里面 因为懂这个人而放下 我以为 其实我们每次有很多老板就是讲 你们分享的故事都是这些大企业 但是其实大企业也是从小开始 对对都是从小开始做 然后他们也失败三年 对啊 然后我觉得他设定五年的目标 他真的是去完完全全的执行 你想像一个人他要忙着开分店 然后他又要忙着去请人 他又要忙着去想 他又忙着想着去做 所以其实那五年的时间 他应该是过得很辛苦 他还要面对那些股东的压力 然后公司还是每年亏钱 可是这里我们看到一点是 他很清楚他的目标 就是五年之后我一定要上市 然后第四年我一定要赚钱 我如果我不赚钱 我的人生大概就完了 因为他已经背负着这么大的一个承诺 所以他设定他自己一定是要做得到 然后他就是把他赚到的钱 都reinvest在公司里面 再把公司做大 然后他也很聪明 因为我们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做了这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主员那方面帮助了他很多 他请了那些强将 就好像老师请到的 所以他同一个时候他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是因为他有一个团队 可以去帮他照顾不同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家可能也是可以思考的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 时间有限了 所以他去请了那么强的人回来帮忙他的话 其实他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 achieve到他的目标 那个是因为靠这个团队 大家一起合作的努力 谢谢你接的呢 是哦 我认同哦 而且要谢谢老师 在这个时候就是 remind大家 因为在荧幕上的老板还是主管 我相信可能公司今年也是面临亏损 所以我们instead of 就是非常的down 只是想 我觉得从这个星巴克的学习 从Howard Schultz的学习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再站起来 面对问题 其实每个公司亏损 除了COVID 其实也是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如何要面对 如何要再一次站起来 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哦 因为一个礼拜开一家分店 还要做这么多事情 包括他很会用人才 然后我觉得他抱着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初心 然后他抱着另外一个是他的责任性 因为他要对股东们负责 他要的是他为什么做这么多东西 不是只是因为他一个人的事情 他要为股东负责 他要为客户负责 他也要为他的employees 他的员工负责 所以that's why他是不断地去 build company 的 value Andra Schultz 你提到很多人讲 我们分享都是成功的故事 可是在走到成功之前 其实中间有很多失败的经历 都是值得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是 大家要抱着一个 从别人的身上去学习的 那个心态咯 就是人家走过那些路 一定是有你可以吸取经验的地方 所以他可以从当初的400万 走到后面的2亿 然后再到现在的整个 庞大的咖啡王国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时候 是因为他成功了 他出财猬有人要买吗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 他没有办法 就让他可能就失败 他放弃了之后 那你就不会有听到 星巴克这个专期的故事了 重点就在你有没有放弃 你没有放弃就有后来的成功 但是你放弃了之后 就没人认识你了 好 大家在看完了我们这一个 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 这一个video book之后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呢 是的 刚刚你们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就是星巴克这本书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个 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可能你会问说 Lester怎么这么短而已啊 只有那5到10分钟的时间 就是这么短而已吗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刚刚所看到的呢 只是其我们完成版当中的精华片段 它并不是完成版的 那如果你想要看完成版的话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只是需要去到我们读书会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我头上有这个网址 是的 bookaccess.yyc.my 你就可以看到了 但是但是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看先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还没有结束啊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看完整版先哦 好不好 这里呢 在我继续加续之前呢 也同时提醒大家 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你再text三位朋友呢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 今天这一期的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了 好不好 那么同时间呢 也呼吁大家 记得记得一定要留守到这个直播的最后啊 是的 一定一定要留守到直播的最后 因为呢 在直播的最后啊我们将会有非常棒的这个好康 这个优惠呢 将会带给你 我们还会送出礼物哦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一定要留守到这个直播的最后 那么刚刚啊我已经给大家看了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嘛 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大家可能会好奇说那到底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它是怎么样的 它是要来做什么的 今天我平时也有这一个读书的习惯啊或者是我平时也有买很多书来看 对吗 那么其实啊今天呢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最主要的就是帮助大家随时随地 anytime anywhere任何时候都可以培养起你读书的习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我们说到这个读书的习惯的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读书它的习惯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成功人士他们都有读书的习惯对不对 但是就是往往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培养它起来 是为什么呢 那么在这之前呢我先来给大家看哦 如果今天我们说到这一个培养读书的习惯的话 有一个成功人士他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的 为什么呢 他就是李嘉诚 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 今天啊李嘉诚呢 他让我最敬佩的地方就是他从以前到现在 他一直坚持的一个习惯就是他早上看报纸晚上读书 你知道吗 这个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习惯 而且他不单单只是这样 他除了读就是一些对商业啊的书籍之外呢 他还会去读小说啊文学啊历史哲学等等等等 任何的书籍只要能够帮助到他 他都会去读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他要不断的输入新的知识 为了避免自己和这一个时代脱节的 这一个被时代所淘汰 所以今天呢你看这么一个成功的人士 已经是香港首富了 他还这么的一直在学习 他真的是把活到老学到老这个道理呢 贯彻到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今天你看 我们说这个读书的习惯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但是呢我们要一直坚持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 这一个读书的习惯呢 那这样你想想看 通常啊我们在就是培养 这一个读书的习惯的时候 我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怎么说时间上的问题呢 你看呢我们平时就是 我们要可能我们买了很多书回来 或者是你想要看一本实体书 好像这一本即兴演讲 这么厚的一本书 通常我们是不是买回来了 我们要几时才 多久才可以看完它呢 是不是可能你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甚至是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对吗 你才可以把它看完 所以有时候我们买回来 又平时因为工作繁忙啊 有很多东西要做啊 然后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读书 我们就放在那里深灰尘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培养读书的习惯的时候 会遇到的是怎么样 就是重点问题 怎么说重点问题呢 首先第一点 我不知道这本书 名字可能看起来非常好听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 是否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 是否真的是我要读的书呢 不一定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看过 对不对 那么今天第二点就是 我们可以如何的 把这个书里面的知识 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的这个企业上呢 书我们读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重点 就是运用起来呢 也做得到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往往呢 也因为就是时间跟重点 这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呢 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培养起 这个读书的习惯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就是让大家能够培养起 这一个读书的习惯 那到底是怎么培养的呢 首先呢 大家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它是以一种video book的方式 怎么说video book呢 那么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到 刚刚我们给你看的这个影片 这个video book呢 它是非常非常生动 非常非常有趣的 在我们的老师说 这个starmark的故事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画面 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 因为我们是用看电影的方式呢 让你看书 让你可以去知道 今天读书原来也可以很有趣的 而且你会发现到里面的就是 我们的导师并不是一个一个字 就在里面就是读给你听 不是的 今天我们的导师呢 都是把书里面的重点和精华 把它浓缩起来之后 再把它导读呈现给你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非常的容易理解 非常的容易明白 也非常的容易吸收啊 所以这个呢 我们的这个读书方式 这个video book呢 就能够大大的 就是提升你这个学习的效率 而且不单单只是这样 你可以在anytime anywhere 任何时候 只要是你得空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听 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上到我们的网站 你就可以听书了 是不是很方便 打个比方说 可能平时你在塞车的时候啊 或者是你在睡觉之前啊 你在跑步的时候啊 运动的时候啊 对不对 你就可以就是打开你的手机 放在那边 一边做东西 一边听 你说是不是非常的能够有效 利用你的碎片化时间呢 是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就真正帮你解决了 这个时间上的问题 今天我们平时工作很烦嘛 那么我们是不是 也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呢 而这些零零碎碎的时间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读书会 来让你增加知识 培养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那刚刚啊 我有说到的就是 我们这个读书会里面 我们有三大导师嘛 对不对 那么我来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里面这三大导师啊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 傅嘉义博士 诶 傅嘉义博士我告诉你啊 他真的是我的偶像 为什么这么说呢 阿家你想想看啊 今天在中国有多少的 这个企业培训师呢 是有非常非常多位的成千上万 但是今天如果你想要成为 中国一百强以内的企业培训师 你说是需要有多有经验 多有实力 我们说多有料啊 对吗 才可以成为中国一百强的企业培训师呢 而且还是连续三年哦 所以今天啊 有这么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企业培训师 一个老师 也就是CEO的老师哦 我们的傅嘉义博士呢 他就会在我们的读书会里面 导读给大家听 我相信刚刚就是 如果你有听我们这个video book的话 你也会发现到 我们傅嘉义博士啊 我们的傅嘉义老师 他呢 在导读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轻松 有序 而且能够让你很容易理解的 对不对 那么第二位呢 我们的导读老师 就是我们的Dartin Sheen 我们YYC的CEO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中国报的执行总编 罗一薇小姐 他们其实三位导师啊 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经验 中共加起来都超过50年了 所以今天呢 他们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呢 不单单只是 把过去这个书中的知识 把它导读呈献给大家 他们甚至会结合 他们在这个市场上 这个商场上的经验 然后呢 把它呈献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值得的 因为啊 书中的知识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 但是呢 老师的宝贵经验 过去的这种实战经验 是更加的难能可贵的 所以今天呢 这个就是我们成功结架读书会了 再来呢 我们就是说到 这个重点的问题啊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 到底适不适合我 里面的重点 对不安不安我 对吗 或者是我们这一本书啊 到底它可以怎么样啊 里面的重点 可以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企业上 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读书会就特别特别 为大家准备了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这个企业家思考手册呢 大家一直听 我刚刚一直在说 对吗 就是叫你把这个直播 你share出去 然后再txt三位朋友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了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啊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呢 它是一个工具 让你可以去反思 我们这本书里面的重点 到底可以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的企业上 我们那里可以做得更好 那里可以更加的进步 甚至我们的未来的路 我们要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走 所有的这个工具呢 它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啊 我们这个读书会 你会发现到的是 我们不单单只是让你听到 学到 看到 我们还可以让你 做得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今天呢 我们在培养读书的习惯的同时 我们除了就要输入 我们有input哦 我们也一定要有output 我们要有进 一定要有出 就是你要输出 你才可以把那一个知识 真正内化 真正把它变成你的知识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呢 去解决 所有就是你在读书上面 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 你在培养这个 读书的习惯的时候 会遇到这个问题 一来很方便 时间上的问题 不再是问题 二来 这个重点问题 不知道怎么运用的问题 也不再是问题 因为呢 我们通通都准备好了给你 那么今天呢 大家可能会说到 这么样的话 我们这一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那么不是很贵咯 大家我告诉你哦 如果你想要成我们的VIP的话呢 你其实 大家你才来看需要多少钱呢 其实啊 今天你先想看 你今天你去 就是外面书局 你买一本书 大概需要多少钱 可能50块 到100块马币 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里面 总共有24本书 叫他24本书 而且这些书呢 都是对企业家最有用的书 我们已经精选出来了 那么今天你想想看 如果24本实体书 你买回家之后 你要多久的时间 你才可以看完24本书呢 我给你一年的时间 你平均你一个月要看两本 也就是你要两个星期 就看完一本 大概200多页的这一本书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一个月 只是看一本的话 你都要看两年的时间 如果你两个月看一本呢 你就要四年的时间 你才可以看完24本 是非常非常浪费你时间的 不是说浪费 就是它是非常 就是沾用到你非常多的这个时间 所以今天呢 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不当然你不需要沾用这么多的时间 而且呢 你想想看 你买24本书 你需要花费多少钱 一本我算你50块就好了 50块马币 是不是24本 你就需要1200块了 对不对 你看你要花1200块 而且需要沾用非常多的时间 去把它读 但是今天呢 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不需要你1200块 你只是需要一个月88令吉 就可以了 诶 这个一个月88令吉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这里我来给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月88令吉 也就是代表说 一天只是3块钱而已 是的 一天3块钱 你先想看 平时我们一天3块钱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可能你吃一包 也讲话 或者是你喝一杯咖啡 或者是 就是一个早餐就没有了 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可能 你吃好一点的早餐 3块钱也吃不到 你一个午餐也很难 对吗 但是今天呢 一天3块钱而已 你就可以让你的脑袋 就是充满着这个知识 甚至可以培养起 你一生受用的 这个读书习惯 这个习惯 我告诉大家 你只要一培养起来 我告诉你 这一个我们说 88令吉 或者是一天3块钱 根本就是超值值为 这个价钱 为什么呢 因为习惯 是跟着你一辈子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 读书会呢 真的 你不需要1200块 我们不需要 今天一个月 只是需要88令吉 你就可以成为 我们的VIP了 好不好 那么今天 Lester 你的这个优惠呢 都已经讲到价钱了 你的优惠在哪里 你不是说有优惠吗 其实是的 大家就是不要太急先 我们其实呢 在来临的9月16号呢 为了配合这个马来西亚日 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优惠 是现实优惠哦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要快哦 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这里就来给大家看看 那么呢 我们就是为了配合 接下来马来西亚日呢 现在只要你成为我们的VIP 一个月88令吉呢 我们就会免费送出一本 我们YYCCO 他的这一本亲自的著作 那么这一本书是叫做No.1 CEO 那么这一本书呢 它里面呢 是所有就是我们 他电讯呢 他从二代接手之后呢 传承给他之后 他把YYCC从50个员工 做到这个800多个员工 然后他也获得这个 OCBC Bank的这个赏识 成为我们战略伙伴呢 所有他过去所用的这个战略呢 都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的企业包括人才战略啊 他的实战的这些经验啊 网络营销啊 市场营销啊 人啊 和事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产品啊 或者是客户痛点啊 等等等等 所有的战略都在这一本书里面 而这一本书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要去书局买的话 是50令吉的 是超过50令吉的 可是今天呢 你只是一个月88令吉 你可以享受到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同时呢 你也可以免费获得一本 我们这个No.1 CEO 达定逊的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我告诉大家 真的是免费获得哦 我们会把它送给你 而且不单单只是送你这一本书 我们还会送你一本追功课的工具 那么我手上现在没有那个sample 那么这个追功课的工具是什么来的呢 我相信每一家企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执行力 今天呢 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团队执行力不够的话 成绩一定不达标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追功课的工具啊 就能够有效的帮助大家去追踪 甚至去track 然后可以去保证大家 就是能够把这个执行力都提升起来 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放心大家 今天呢 你只要追我们这个VIP呢 我们除了把它送给这一本给你之外呢 我们送这个追功课的工具 我们也会把它送给你 那如果到时候你是不会做的话呢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YYC 任何一个员工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他都会协助你的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大家真的我们这个现实优惠呢 就是88令吉一个月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送给你 那么要怎样成为我们的VIP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只是需要呢 在下面comment那里 你有看到吗 大家 你只是需要在下面comment那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link 你点击进去那个link呢 你就可以马上成为我们的这个VIP了 大家这一个真的是现实优惠哦 所以大家记得赶快赶快啊 因为这一本书呢 大家好告诉他 真的送完就没有了 真的送完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记得赶快 就是来成为我们的这个VIP 我们会送你我们 他电讯的一本书哦 再来呢 可能你会说啊 就是Lester啊 你除了这个优惠之外呢 没有进来的优惠了吗 其实是有了 那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来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读书会啊 除了一个月的VIP之外呢 我们也有一年的VIP 那么这个一个月跟一年有什么分别呢 价钱上是一样的 就是你88令吉 你承洗12个月 就是156令吉 价格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是一样的 所以非常的公平 但是呢 今天88令吉呢 这个优惠啊 你可以免费获得一本大电讯的书 对不对 还有一本这个追功课工具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一年的这个优惠啊 这个VIP呢 你可以获得的不是一本书 而是价值超过两万令吉的礼物 哇 两万令吉啊 Lester 这个两万令吉到底是什么来的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如果你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VIP的话 你首先就可以获得三张 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的入门票 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我首先告诉大家 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 我们每一个月都在办 而且我们是收费5000块的 5000令吉每一个月 所以今天呢 你成为我们一年的VIP哦 你看一年的VIP只是1056令吉 但是呢 我们送你三堂 三堂是多少钱呢 就是15000令吉了 那么在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里面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今天呢 在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呢 我们的副嘉义博士 我们的老师哦 他就会在现场导读给大家听 那么导读什么书呢 每一个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Lester 那么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也是有导读 你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也是有导读啊 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啊 你看 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你只要打开你的手机 随时随地 任何时候 anytime anywhere 你就可以就是听到我们的这个书了 对吗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课堂 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是现场 我们是on live哦 在live的时候呢 我们的副嘉义博士 他就会导读给大家听 而且不单单只是导读而已 他会以引导的方式来 就是来让大家了解到 书中的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打个比方说 他会问你说 如果你是这本书的主角的话 你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会怎么去解决呢 这个就是引导的方式 那再来呢 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里面 我们有一个环节 就是大家 我们会一起做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因为这个思考手册啊 可能你会觉得说 Lester啊 可能我一个人做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我不会做 我不是很会 那么在成功企业家课堂里面呢 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做 那么我们的副老师呢 会带着大家 不单单只是你哦 而且还是现场也来 也会有来自不同行业的这些企业家 他们都会和你一起做 这一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再来呢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最重头戏 最重头戏的这个环节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圆桌会议 roundtable session 哇 这个roundtable session 是什么来的呢 我这里告诉大家 这个roundtable session的圆桌会议呢 它就是让你可以把平时 你有疑惑 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呢 你把它提出来 怎么说提出来呢 我相信大家在企业上啊 或者是生活上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难题 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或者是更好的解决 又或者说你不知道 要找谁说 对吗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成功企业家课堂 这个roundtable里面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那么在提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的副老师 还有现场就是所有的这些 不同行业的企业家们呢 他们都会给予你引导 给予你建议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现场哦 有超过来自20位 甚至是30位的这个 不同行业的企业家 在现场的话 那么是不是代表说 你就可以获得来自不同行业 超过20个的这个建议呢 可能其中一两个建议 你把它融合起来 哇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创新的 我们说这个啊 就是创意了 对不对 可能就是一个创新的 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我们说 成功企业家课堂里面 真的 它不单单只是你导读 你听书这么简单而已 它里面所可以获得的 这些资讯 这些知识呢 我告诉大家 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 而且是非同凡想的这个价值 你一定一定要来 我没有办法去 很好的用语言的 去跟你形容 它里面你可以所获得的价值 是有多好 你真的一定一定要来 参加 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 真的不骗你 你一定 一定要来参加 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成功企业家课堂里面 我们所有的企业家 就是在里面一起上课 非常的开心 非常欢乐 而且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所有的上过 我们成功企业家课堂 跟这些企业家们呢 你看 他们都说就是 谢谢老师 感恩老师 而且感恩老师的日情分享 真的是获益良多啊 就是他们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位企业家 你看到吗 他上完了这堂课之后 他给予我们的反馈 真的是 包括做人片啊 修身片啊 做事片啊 等等 所有的这些这些 你看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你看 再来我给大家看 我们叫这个企业家评分 给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 你看 他是打十分的 你们看到吗 他是打十分的 所以呢 他还说 今天你可以看到就是 真的在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里面 老师他所可以带给你的这个价值 是真的 真的很棒 而且 真的是 非同话讲 那个价值是物超所值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个月都在办 是需要5000令吉的 如果你要上的话 但是今天呢 你不需要 你真的不需要 你只是需要呢 成为我们的这个VIP 一年 156令吉而已 你想想看你省了多少钱呢 那你省了超过 14000多令吉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里 就把它送三张票给你 OK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课堂 再来呢 你可以还可以获得什么 就是你可以获得一张 CEO品红酒 品企业的入门票 这个入门票是什么来的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呢 你听到红酒 有没有很开心 是的 这个环节是你可以免费的品尝红酒 哇 免费吗 是的 是真的免费 那么是怎么免费法呢 我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CEO品红酒 品企业的入门票呢 它是能够让你在酒庄那里 就是免费的品红酒之外 然后还可以再跟现场 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 去做交流 那么我们都知道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 人脉network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你想想看 你在现场一边品红酒 一边跟别人交流 是不是可能有一些 合作的机会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这样的这个可能 对不对 而且在当天啊 我们还会邀请就是成功的企业家 是的 成功的企业家 来到现场啊 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做sharing 就是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所以呢 这个价值2000令吉的入门票呢 我们一样把它送给你 好不好 再来呢 还没有完哦 你以为已经完了吗 其实还没有的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的 这个读书会呢 一年的VIP 我们还会再送你 就是一张成功企业家 线上研讨会的入门票 这个成功企业家 线上研讨会呢 是由我们的CEO 他电讯啊 亲自指导大家的 那么他里面是讲什么的呢 他里面啊 就是会 他有超过十种的这个战略 让大家都可以为自己的企业啊 提高你们的sales profit 还有这个cash 所以呢 这个我告诉你 战略的这个 我们说研讨会呢 如果你平时要上的话 他是超过688令吉的 你是要付688令吉哦 但是今天呢 你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因为我们都会把它送给你 是的 我们都会把它送给你 只要你成为我们一年的VIP 所以今天呢 大家赶快哦 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月的VIP 也可以选择一年的VIP 你只是需要点击呢 在我们comment那里的这个link 你就可以马上成为我们的VIP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所以大家记得 赶快马上的点击 我们下面的那个link哦 就是成为我们的VIP 88块一个月 你可以免费 获得一本 我们打定性的这一本书 还有一本追功课工具 然后呢 如果你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VIP的话呢 你就可以 获得超过2万令吉的这些优惠 跟这个礼物了 好吗 所以今天呢 我说到这里呢 可能你大家会说 哎呀 Lester 这个你说了这么久 但是我还是不确定 这个读书会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得到我 那与其我这里呢 在跟大家一直在说 不如让大家来听听看 就是已经是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 会员们 他们在通过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他们听了之后 他们的感想跟感觉好不好 来我马上给大家看 读书会的好处是 读书会的好处是 他的内容哦 做到很生活化 好像比如说Steve Jobs的话 是讲教你怎么样做生意的 李嘉诚是叫你怎样做的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吸取东西两方的这些好处的话 对我们做生意的会很有帮助 而且老师的好处是他把里面的精髓全部抓出来 那我们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抓到 我觉得在读书会里面我得到的一些好处就是这样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除了老师他自己 个人读了自己的分析 然后自己理解之后 能够让我更容易吸收 能够有更好的方向给我去学习 还有两位 有讯 还有作报的编辑 他一起来分析 他们的自己的领受是怎样 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 原来还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 非常的值得 我会推荐给我的伙伴看 而且我已经做了这一步了 你们的那个学会是最好 我觉得是最好 最新 没有人可以给到这个 Value for money RIC的 真的值得 这个读书会是我带着我的团队一起去听 一起去学习 所以整个那个过程就是 原本是一个人进步变成十个人进步 所以我觉得差别在那一点 超值得我可以给他十分 我觉得比较实际一点 蛮好 蛮值得的 会学习很多东西 老师的讲一下 点心一下 我们就会觉得 对了 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 还是哪一点我们没有做到 他把那本书 咀嚼到很细 然后再通过他的认知 加上了很多很生动的例子 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吸收到这本书 肯定会 我一定会很大力的去推广 事实上我一报名YYC的那一个晚上的时候 我就马上截图 然后就发给我们这边 这个branch的核心的领导 我就跟他们讲 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我们一起去学习 费用很低 然后非常的不错 好的 那么大家 你们在看完了我们的会员们 他们的用后感之后 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成功企业家读书位 真的是很棒 能够帮助到你吗 是的 真的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位 真的真的是可以帮助得到你的 所以今天大家记得 记得赶快 就是呢 接下来我会倒数10分钟的时间 已经开始了 大家赶快就是点击我们在 comment那里的这个link呢 你就可以马上成为了 我们的这个VIP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再一次的回顾一下 这里也同时先告诉大家 如果你对于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 你随时都可以就是发问在 我们这个comment那里 然后我会一一的解答大家的问题 好不好 来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我在这里跟大家再一次refer一下 今天如果你要成为我们的VIP的话呢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你可以选为我们一个月的这个VIP 是88令吉一个月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在做这一个优惠 这个优惠是什么呢 就是啊 我们会送你大电讯的一本书 是的 这一本 No.1 CEO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是50块的 50块的 但是你一个月只是88令吉呢 我们会把它送你一本 而且再额外送你一本追功课的工具 好不好 那么呢 如果你是成为我们1056令吉的这个VIP的话呢 你可以免费获得我们三堂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课堂 这里已经超过15000了 再来呢 你可以获得我们一张CEO品红酒品企业的这个入门票 是的 2000令吉 我们也是把它送给你 再来呢 你还可以获得一张我们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的这个入门票 OK 我们也会把它送给大家 所以总之呢 超过2万令吉的好康跟优惠呢 我们都会把它送给你 所以今天呢 你要怎么样获得呢 非常的简单 你马上的点击 我们在comment 我们在留言区 那你的这个链接呢 你就可以马上成为我们的VIP了 一个月只是88令吉 或者是一年1056令吉 让我们来陪你一起培养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好不好 这个读书的习惯我告诉大家 习惯呢 它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 所以今天呢 你不需要就是一下子读很多 最重要的是坚持跟累积 好不好 所以今天赶快就是马上的点击我们这个链呢 让我们陪你一起培养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成为我们的VIP 你可以选择一个月 也可以或者是选择一年 都没有问题 那这里也提醒大家 在倒数结束之后 这个优惠就没有了 真的在最后7分钟的多的时间呢 大家记得一定要快点把握这个时间 好不好 就是把握这个时间 因为呢 在超过了这个倒数结束之后呢 我们将不再有这个优惠了 所以大家记得赶快赶快 手快有手慢没有啊 好不好 来我看看大家这里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我看到这个网友有说 读书会里面有哪一些书呢 非常的好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里面呢 我们总共高达有24本书嘛 那么这24本书里面呢 我们都是对企业最有用的书 怎么说对企业最有用的书呢 首先好像这一本 我们说即兴演讲 就是教你怎么样把话表达清楚 我们的读书会里面呢 还有什么有李嘉诚呢 教你怎么样做事之前 先学会做人呢 我们有Steve Jobs教你怎么样创新 怎么样专注 我们有这个左宗棠教你怎么样在战略的 然后我们有这个这是你的传讲团队的执行力啊 然后包括这个Starbucks啊 你看所有所有这些书呢 我们都是一家企业里面都最需要的元素的书 包括领导啊 团队啊 口才啊 创新啊 专注啊 这个执行力啊 等等 所有这些一家企业 他所需要的这些元素的书 我们都有在这个读书会里面 这个读书会啊 我告诉大家 真的 你不需要怕你读错书 因为呢 我们所有的书都精选出来了 一定是可以帮助得到你的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来 我再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重复听吗 可以啊 这个网友 我们这个 这位朋友啊 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可以重复听的 它就好像你看YouTube这样子咯 如果你是看一次你觉得不够的话 你就可以重复听啊 你可以看两次 可以看三次 都没有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你哦 把它看了 好不好 再来呢 第五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 我会要用多久才可以听完一本书 非常的棒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需要用多久才可以听完 一本书呢 大家你想想看 如果平时你是要看一本这个实体书的话呢 你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就是需要可能很长 一天都不可能很难看完 对吗 或者是你至少都要一个星期 一个月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今天呢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你要读完一本书 其实只是需要两个小时 为什么说两个小时呢 因为一本书里面 我们平均有四集的video book 每一个video book呢 每一集呢 它平均会有三十分钟 所以四集三十分钟呢 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想想看呢 你只是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就可以读完一本书了 你节省了多少多少的这个时间呢 对吗 而且今天呢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说 一下子就读完两个小时 不需要的 真的是不需要 好 像我们YYC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呢 我们YYC啊 从去年一刚刚开始推出成功企业家读书会之后呢 我们每一天早上十点钟 是的 每一天早上十点钟呢 我们都会和就是整个地方们 我们整个部门呢 都会坐下来一起听书十分钟 是的 一起听书十分钟哦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直维持到今天 我告诉大家 这个习惯已经培养起来了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说 一开始你就要读完就是两个小时 不需要的 你可以效仿 你可以就是参考我们YYC的方式 每一天早上读十分钟 或者是你每个礼拜读一集 或者是你每两三天你就读一次 对吗 或者是你要一天读五分钟 都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并不是你一下子你读了多少 而是你把这个读书的习惯 年复一年 日复一阵 每一天每一天都去读 把它培养起来 这个才是真正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精髓 的价值想要带给大家的 因为今天你看完一本书两个小时之后 可能你吸收到了这个知识 但是你没有把它用出来 也是没有用 因为它没有办法真正内化 没有办法真正变成你的知识 但是今天呢 更重要的东西是 你把这个读书的习惯 你把它培养起来 因为今天呢 你无法想象过 你把这个习惯你培养起来之后呢 这未来可能会对你有多大的这个帮助 所以记得 今天我们读书呢 这个习惯要培养 贵在的是坚持 而不是你一下子读的有多少 好不好 再来呢 我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记得赶快啊 就是倒数结束之后呢 这个优惠就没有了 真的是没有了 所以大家记得赶快 就是点击我们在留言区 那你的这个类呢 让我们就是 成为我们的VIP 让我们陪你一起培养起 这个读书的习惯 好不好 再来呢 我看看大家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 只适合企业家吗 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啊 我们这个读书会 大家你看哦 我一直在说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而且里面的书 又是对企业家最有用的书 那么Lester啊 我们这个读书会 是不是只是适合企业家 如果不是企业家 不是老板的话 就不会看了呢 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虽然名字是企业家 但是其实适合每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你想想看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想要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一番的成就吗 肯定会想要 对不对 就是有一番的成就 也想要有辉煌的时刻 那么今天呢 我们想要在人生当中 达到一定的这个成就 其实很大的是 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 因为我们的思维 决定了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 决定了我们的行动 行动也决定了我们的成果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有成果 我们首先要从第一步 我们的思维先开始下手 那么今天 如果你是可以拥有 企业家的思维 不管你是不是企业家 我告诉你 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一定会 就是会有一番的成就 不管是你的工作上 还是生活上 企业家的思维 都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这个思维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 去培养这个企业家的思维呢 我告诉大家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读书 真的就是读书 那么我说到读书 你要读哪一些书 你才可以培养起 这个企业家的思维呢 可能如果我没有告诉你 你去选 你也不知道哪一本 可能你会读错书 你读错书的话 可能就浪费了你的时间 而且甚至可能会严重 就是影响到你的这个思维 你的思维 反而走偏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不单单只是节省你的时间之外 我们还会告诉你 我们已经精选出来 出来给你什么书 是能够培养起这个企业家思维的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想要培养这个企业家思维 可是又没有这个读书的习惯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培养这个读书习惯 也想要培养这一个 我们说企业家的思维 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绝对是不二的选择 一定可以帮助得到你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们 而且只要你今天你做了这个决定 你成为我们的VIP 你相信我 你就是慢慢的去累积 你一年之后 你一定可以把你的这个读书习惯 培养起来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这倒数最后剩下50秒的时间 大家记得赶快 就是呢 马上点击在我们那个link那里的 这个link呢 马上成为我们的VIP 你可以选择一个月 88令吉 或者是一年1056令吉 都没有问题 一个月88令吉 记得哦 大家我们会送你一本 阿丁逊的这本书 然后呢 我们再送你一个追功课的这个工具 如果呢 你是成为我们一年的VIP的话呢 我们就会送你三堂的成功企业家课堂 一张CO品 牛酒瓶企业的入门票 再送你一张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 online seminar的这个入门票哦 总之超过两万令吉了 所以今天呢 你可以选择哦 就是你的88还是1056哦 好不好 所以最后呢 倒数十秒的时间 真的倒数结束之后呢 我们这个优惠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就五秒赶快要收快快点 按下面那个link 快点快点 过了就没有了 10 好的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倒数结束了 我们的优惠正式结束 那么这里啊 要恭喜就是刚刚所有 已经成为了我们VIP的朋友们 非常的恭喜你们 因为你们做了非常非常正确的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呢 你相信我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们 你也相信你自己 今天通过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一定可以让你培养起你读书的习惯 还有你企业家的这个思维 好不好 所以呢 再一次呢 就是谢谢所有大家 今天在线上陪我们 在这个读书会里面 一起的学习 一起成长的大家 亲爱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那么今天呢 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也来到了这个尾声 在这里呢 虽然呢 就是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 虽然我们已经是 恢复就是一些自由了 没有再封得那么严重 恢复第二个阶段了 那么今天呢 大家记得 记得 一定一定要 就是也做好这个防疫措施 注意好自己的健康哦 就算出门工作也好 也就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啊 因为我们人是身体的本钱 对吗 OK 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 也谢谢大家 就是今天的陪伴 今天的一起学习哦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正式结束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